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20日是陆寒27岁生日 众星纷纷发微博祝福陆寒27岁生日快乐 杨幂在其微博评论留言 陆长生 生辰快乐 长生不老 福如东海 寿比阑珊 永远好看 对此 网友纷纷评论道 谢谢秘密对我老公的祝福 感谢白浅大神光临陆社 20日凌晨 陈鹤也发微博祝陆寒 生日快乐 阿陆老板 配了一张和陆寒的自拍 途中二人战 在餐厅门口举着冰淇淋甜筒 陈鹤穿黑色T恤拜棒球帽 帽颜下还有天才二字 一边的陆寒也舔着冰淇淋十分可爱 除了陈鹤 杨幂 还有景田 马思纯 等陆寒泛娱乐圈的一票好友 接连发微博祝福 幸福的小鹿 责任编辑 张家慧 UK049 分享 在相关阅读卓尾报 BABY代孕 工作室必要 不接受恶意引导新浪娱乐训 此前 关于Angela baby代孕问题 在网上传的沸沸扬扬 4月19日 卓尾通过微博回答 网友提出的关于BABY假孕 还是代孕的问题 卓尾称是亲生 并将亲生二字加上引号 令人无限遐想 稍后 杨颖工作室 准发卓尾微博 并必要称不接受 后半句打引号的恶意引导 关于Angela baby假孕 还是代孕的问题 有 微博网友就向卓尾提出疑问 请问Angela baby 真的如外界传闻 是代孕吗 4月19日晚 号称低狗仔的卓尾 回答网友提问 称 据我所知不是 是他亲生的 此回答一经曝光 出乎网友意外与无限遐想 稍后 杨颖工作室官方微博 转发卓尾微博并必要 称 传闻就是谣言 感谢主老师前半句的澄清 但并不接受后半句 打引号的恶意引导 转发超过500 是要负法律责任 哦 微 笑 我们是真的爱您 我是米尔被岳父打脸 遭好友调侃 郭富城婚礼有八个不完美 以娱乐4月20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4月20日报道 52岁的郭富城 成城 前往在香港半岛酒店 迎娶小22岁的嫩魔方圆 但以他三十年天王地位 竟只低调开识着 且圈内金秋书珍 张志宁二对夫妻出席 星光暗淡 连相识于十年 祝他登上金马影帝的老友 邱里宽 宽姐 也没受邀 发文亏他 下次结婚记得请我 更妙的是 月 傅竟在婚礼对他说 从小听你的歌长大 加上方圆秀红鞋 被指缝熊带领等插曲 一场轰烟临出状况 恐怕是力求完美的 成城始料未及 成城婚礼 金腰至亲好友 但伴在香港距离近 却不见演艺圈其他新友 过去四大天王不说 连他近期合作的梁家归 周润发 刘德华和杨采妮都不见人影 有网友称 他交往29岁嫩魔之初 有些好友反对 但他仍为爱坚持己见 加上过去情史多 相对较 少经营友情 前往至昨天 微博上几乎没见到任何艺人 恭贺他新婚 宽姐预约下次婚礼 孕妇在婚宴上 虽然说从小听你的歌长大 但外界听来 百名女婿年龄竟比较大 略显尴尬 难怪他腰的好友不多 连曾监制电影父子 让他夺下金马影帝 也常为他主办 台湾演唱会的十多年 老友宽姐 昨天也在脸书办 开玩笑亏他 你结婚不请我是不是 好 我以后结婚也不请你 哼 不过 下 次结婚记得请我 就爱熊大林隔空较劲 不止如此 前天他大婚 曾交往七年的熊大林 选在童天穿白纱宣传活动 有隔空较劲意味 当初与他分手 晨晨曾以不合脚的鞋暗喻 赵晓新娘方圆在婚宴 当天凌晨秀喜气红鞋 像在宣誓自己才是那双合脚的鞋 种种状况让这场天王婚宴 显得暗潮汹涌 天王婚礼八个不完美尴尬年龄差 方圆的爸在婚礼上对晨晨说 从小听你的歌长大的 鞋光太 暗淡 剑秋舒贞 张志玲儿对艺人夫妻出席 没其他大咖明星 仓促没亮点 眼新娘怀孕太低调 当天外见才知她婚宴 祝福都来不及酝酿 好友没受邀 将是十多年的匡姐在电书亏她 下色结婚季的情窝窝 前女友反扑 雄带琳正好选在她结婚同天 穿白纱出席婚宴场所宣传活动 新娘不大气 方圆婚宴前贴红鞋照 被网友解读回应当年熊带琳孙颜 宣誓主权自己才是合脚的血 经纪人 受苦 陪伴她二十多年的经纪人 小美曾与她传爱美 最后落得连婚宴也没能好好享用 忙里忙外帮她招呼媒体 微博无人贺 从前晚至昨天 微博上仅有媒体报道 不见一人恭贺 不见一人你 不见一人 你一定要让些大家 comm照啊 ד outer 优优独的 ologies 感谢观看